漫长的季节大结局解析 大家好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漫长的季节这部剧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了 那没看呢 可能也就不太喜欢这种类型的 可能也就不看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有剧透的分析一些内容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大结局 这些人物的命运 现在有很多大家都在讨论都在争论 我们就来挨个说一说 首先就是这个三老志 男团三人组 其实我是把最后两集看作是大结局的 从11集和12集 我觉得这整个可以当作一部 大概接近三个小时的电影来看 他把前面所有密密麻麻的埋伏的线头 故事的走向 然后人物的命运一个一个都揭示出来了 然后最后也把谜题解采 第11集的时候 三老志在卡拉OK 一通群魔乱舞之后 那段戏印象太深了 相信大家看过的都会心有气息 真的是演的太好了那一段 而且非常的有喜感 会成为名场面的一定会成为名场面 然后从从那之后啊 三个人的命运就开始走向了各自的中边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一样的 先说这个秦浩扮演的这个标子啊 这个公标 他在离婚之后啊 静神出户 把一切都留给了李如啊 然后他觉得这一场梦 感觉他自己是想开了 然后很多事情都淡然了 把自己养了多年的鸽子 不下蛋的鸽子也都给放 然后呢他走过那个彩票店的时候 有一个细节 彩票店的老板跟他说 标子你卖彩票 他没买啊 他走了 他应该是有击打的一柱 他就是长期有击打的那一柱 他那天没有买 这是个细节 然后他开的车 这个买了早点啊 去找他们 想去卡拉OK去找他们两个 那两个不还在卡拉OK睡觉吗 他在路上听这个彩票播报 他手里拿的那个彩票啊 我认为 我认为那是以前的彩票 因为他是击打的 每一期都是一样的号码 应该是 他听着听着听着中奖 但是他没有看前方 前面出来一个大车 然后他一把方向 直接就干到水里去了 但当时有一个慢镜头 他才往水里走的时候啊 他表情是非常开心的 非常快乐的啊 就是他认为他是中了彩票了 但是我觉得啊 那什么前面要有个细节 他那天没买彩票 所以我觉得这个导演的这个编剧 是把这个公标这个最后的命运 是没有让他最后尝到一丝丝的喜悦 他那个开心 可能是一种释然吧 这一辈子真的没什么意思 我这辈子就这样 他离婚的时候他也说了 所以就那么掉到河里去了 也就这么走了 我认为他最后是没有中彩票的 很多朋友说 哎你就不能让他中个彩票 然后去医院 把他那个那个药店的 那个小朋友接出来 然后再重新重新开始啊 新的生活 嗯可以啊 但是这可能就不太符合 这个人物的这个走向嘛 他这里他这一辈子就是相对悲剧化 那整个的这个故事的框架 就是在喜剧的外表下演绎了一出悲剧 人间悲喜剧 三老之的命运都不太好啊 公标就这么走了啊 这也是让我最一难评的 当时整个这一一段戏下来 包括他最后在殡仪馆 例如来看他要给他化 要给他化妆 要跟他这个最后的告告别吧 告白告别 整个一段戏看的我都非常压抑 非常难受 这个人物的一生真的是哎怎么说呢 太悲苦了 以后再专门就这个人物再说一起 所以这是我认为的公标的结局 然后到了第十二集 这个马队啊 陈明浩演的马队是他非常经典的一个角色 他是个非常好的话剧演员啊 他很有名的 他以前演过很多的作品啊 理想之城 然后包括那个电影杨明立万啊 我都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他这不是脑梗了吗 在唱了一宿之后 在卡拉OK就脑梗了 脑梗了之后醒来之后 他就已经很多事情既混乱了 但是他这么多年唯一的执念 就是要破这个案子 最后啊 他那一段在警察局装疯卖傻 到了警察局给一帮警察 现役的警察开会 但是却点出了最重要的线索 成为整个案子被破掉的最重要的一环 他在警察局的那段戏啊 就是又封又不封 然后在这个中间来回拿捏 然后很多细节 通过那个时候传递出来 我觉得那段戏处理的非常的好 也是整个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命运的啊 最后的一个注脚 他这一辈子也是孤苦伶仃 丧偶 没有子女啊 然后为了这个案子 当时脱掉了这事关一 但是20年的时间 他始终过不去 他也在心里头 他也一直认为自己是有责任破这个案子的 所以这是他的执念 他放不下的过去 他没办法向前看 所以到最后啊 这个范围来找他破这个案子的时候 他想都没想就加入了 没有任何的条件啊 他其实已经可以完全跳着广场舞 过他自己的退休生活 这个执念他放不下 他最后也是非常惨的 脑梗了之后 行动都不变 说话都不利索啊 但是他心中就是这个案子 最后也是因为通过他的努力 这个案子才最后算是真相大白吧 整个这个闭环形成了 最后马队的命运也是非常的惨 也不过没人管他了 三老汁那两位是吧 最后什么结局 那可能这世界上最后就剩下他一个人 然后我们再说范围这个角色 这个可能是争议最大的 范围到底最后是活下来了 还是死去 最后的那个一段 他跟巧云在一起 然后跟孩子在一起 幸福的准备孩子去北京上学 这段戏到底是想象 还是这个真实的 我个人认为 范围其实在那一片玉米地里头 就已经走掉了 这个前后是一个完美的这个呼应 一开始第一集的时候 在玉米地里头小便 他因为这个肾不好 总要小便 总要叙叙 然后在玉米地里叙叙 然后他在玉米地里看到那边的火车声 听到那边的火车声 然后往那边走的时候 那个背影里头 玉米地上躺着一个穿红帽衣的人形 非常快的一划而过 你不注意看是看不到的 但是我认为是说明他当时已经没有了 然后他走出那片玉米地 看到了二十多年前的自己开着火车 然后他跟二十多年前的自己 说向前看别回头 这意味着他跟他之前的自己是和解了 他终于释然了 他儿子没有杀人 他儿子是个好孩子 是为了救人而死的 他心里掉的这口气 也释然了 放下了这口气 他真的也就坚持不下去 因为他心脏是有支柑的 所以可能就当时心梗就去了 然后后面的所有的这些事情 跟巧云在一起 跟孩子在一起 那都是美好的想法吧 可能是最后一丝温暖 导演给了我们最后的一丝温暖 其实在出租车那场 非常经典的 巧云对白那场戏 他就已经放手了 就跟标子放手 让丽如总一样 最好的爱是手放开 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 让你走 我自己留下承受一切 其实最后这三老魏 三老支的命运是多么的悲苦 是多么的让人一难平 真的看到我心里头 真的是无比的纠结 无比的难受 但是没办法 这个故事框架就是这么定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故事走向 反而才最后增加了 他的这个史诗感 和让这部剧整个的升华了起来 不是说好人就会有好报了 太多太多的好人 最后都是落了这么一个结果 这才是真实的生活 哪有那么多老天开眼 哪有那么多善 有善报 有恶报 多数时间 普通人就是无能为力的 对自己的命运就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相对来说 他们三个虽然最后是这样的结局 但是他们的心结是解开了 公标的心结是解开了 让丽如走了 给他幸福 给他爱 让他走 然后自己中了彩票了 鸽子们也自由了 他心里是放松的 马队也是 最后的案子破了 心结解开了 这个王翔也是 我的孩子是个好孩子 我跟我的过去和解了 我心里头这口气一松 我也就可以踏实的去了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所以大结局里头三小三老只的命运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就是王翔和鸟子都走了 然后剩下马队一个人 这个结局是非常沉重的 但是就是因为沉重 他才有力量 大家觉得呢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加关注